把这200张证书打一下 快点快点 20分钟后颁奖要用 好的 首先运尺子量一下 证书的长度和矿度 然后打开握的文档 在标题栏点布局 纸张大小 其他纸张大小 在这个截面中 把纸张的矿度和高度 改为刚才我们量好的尺寸 点确定 再把纸张方向改为横向 再拿尺子量一下 顶部指打印姓名位置的 这一段的距离 然后在页边距 自定页页边距中 把上方的距离 改为刚才我们量好的90米 其他边距默认即可 不需要再去改动 点击确定 接下来输入姓名 给它设置一个字体 然后把字体大小呢 也调整一下 在姓名前面 敲两下空格 然后在标题栏点插入 在最右侧找到这个文本框 然后在最下方 选择这一个绘制横排文本框 然后像我这样拉出一个文本框 接着把文本框上方这里 形状填充 改为无填充 形状轮廓 改为无轮廓 在文本框内输入 两月日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字体大小 然后给它加速一下 再移动到我们合适的一个位置 接下来打开Excel 然后像我这样把姓名输入在表格中 保存为Excel文件 接着再打开Word文件 在标题栏点邮件 选择手销人中 选择使用向右列表 在这个窗口中 选择刚才我们保存好的Excel文件 点打开 这里直接点确定 接下来 宽选姓名 然后在上方菜单狼插入合并域中 选择姓名 再在右上角 网程并合并中 选择编辑当个文件 确定 这样所有姓名 就自动的生成好了 直接压 看着加辟 打印就可以了 你学会了吗 关注诚哥 学习更多办公技巧